国民党桃圆市长候选人张善政 今天跑行程有个小插曲 就在中立区这起车祸 张善政乘坐的车辆呢 不慎跟机车发生擦撞 骑士有情为错伤 第一时间张善政有在脸书上发文 报平安 下午的行程是照常的 也被关心车祸状况 其实跟机车有点擦撞 那我们在第一时间就通知警察 也通知消防队 也很庆幸那两位 那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没有大碍 在医院检查一下就回家休息了 当时张善政的坐车 就是白色这一步 是要开进餐厅的停车场 和执行机车发生擦撞 机车又在撞上停车场出口 等待的计程车 机车是双载的 受伤民众也到医院初步治疗 张善政也强调第一时间 是有调整原本规划的行程 到医院来关心 承诺会负担所有的医疗费用 不过张善政满跑行程发生的插曲 撞上执行机车 肇事责任警方还要再厘清 请不吝点赞 订阅